生生劇場最近推出新作品 導演張偉來在馬來西亞住村服務的時候 感受到邊緣社區的旺盛生命力 他看著腿皮的環境非常感慨 究竟是命運讓他們只能在這裡生老病死 還是他們有機會可以選擇改變呢 生生劇場這次的演出加上了皮影戲 他們要演出三位社會邊緣人 無可奈何的人生 好 那你去找將軍他也有一隻雞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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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雙生劇場的新作錯編皮影班 描寫錯編社區高不成低不就的李市長 因為弄丟仇神戲的錢眼看就要開天窗 只好跟打零工的單身漢 愛喝酒的獨居老人組成皮影班自己上陣 三個社會邊緣人如何在耍弄皮影戲的虛實之間 面對命運以及人生的選擇 我是想回到更人性的角度去談一談說 他們有多少選擇的機會 可以為自己拼命的機會 那在什麼情況下 他們選擇接受自己的命運 又或者說什麼樣的情況下 他才是很宿命論的 阿勇 你做人要認命嗎 對 腦門的命也不是腦門決定的 到底認命跟樂天知命 什麼程度我們可以說他是知命了 就是他已經知道他自己的命了 那什麼情況下我們覺得他這個人認命了 不去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 現場音樂伴奏翻演皮影戲中戲 雖然是社會邊緣的故事 聲聲劇場卻用喜劇的方式演出 劇中的錯邊社區設定在城市邊緣的聚落 錯邊的諧音也讓這個作品有了其他的詮釋空間 聲聲劇場這次也讓女團員反串扮演劇中的三個男主角 從女性角度去探索男人的內心世界 以女扮男的先天限制呼應劇中人物所面對的劣勢 導演吳忠良說這也許也是一種錯邊的表現 基本的這個條件我們一看就是女的嘛 那你怎麼相信她是男的 那這個相信我覺得就是一個戲劇很有趣的地方 如何讓觀眾去接受你是一個女的 看透小人物的生命樣態 聲聲劇場帶領觀眾探索被忽略的內心世界